嗯 哈啰我是Aryne 今天我来介绍 很爱开花的品种会是哪一些呢 它的顺序会是哪一些品种呢 我第一波花 花谢之后把它剪掉 第二波 它的花苞又出现了 有一个品种出现的花苞好多样 根本不像是第二坡花 好像是春天花开的花量一样 它会是谁呢 而且它夏天也是很耐热的 完全它花开不会温乱的 可说一年四季都能花开 会是谁呢 等一下我依着这些品种 顺序排行让你们看一下 出现第一名很爱花开的 会是哪一个呢 我们期待吧 这一款英国玫瑰 玛格丽特王妃 它一年世纪就是春天花开量是最多的 只要记得英国玫瑰在春天花量是属于最多的 它的健壮度是非常的好 搭配着朦胧朱迪在一种 它的花量也是可见 通常在花谢之后做个修剪 它第二坡的花量并非想象中这么的好 只能淋上的花开 而且花近花形也会变 我们来看看排行第四名的是蓝鱼 蓝色英鱼 它在春天的花开量是非常的多 只要你植株养得够健庄的话 你可以看到非常华丽的一些花开 这一款蓝鱼还是需要阳光照射才会有花量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修剪之后 它产生的这一些花芽会有多少呢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多 跟春天做个比较是否差了很多的呢 而且第二坡的花芽 它的花苞或许就不像第一坡 一进可以好多花来 没有可能就微微的几朵而已吧 相对花朵也会小了一些 不过在春天你可以看到 它很多的笋牙会蹦出来 这些笋牙以后都是花量的 铺利鲁 铺利鲁是非常漂亮的一款白色玫瑰 它有着墙香还有漂亮的花形是令人喜爱的 可惜它的花手是比较细软 常常会因为花而过大而催下 植株这方面也算是非常健壮的一个品种 铺利鲁它的好处是在于哪儿呢 铺利鲁它也是非常爱花开的一个品种 只要你花谢之后赶快把它做个修剪 你看这些红芽会开始出现呢 而且花苞也出现呢 当然它的花茎也会缩小了非常的多 跟铺利鲁一样 只要做个修剪 马上就会来个红芽 那个就是罗克山了 罗克山这一株品种也是非常的健壮 也是很会花开的一品种 这也是非常推荐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接受第二名最会花开的 也就是英国玫瑰格莱米城堡 这一款有强烈的花香 非常漂亮的花形 只是它花开不持久 也不太耐热 通常第三天慢慢的开始掉了花瓣 不过它爱花开的特性还是让人喜爱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春季修剪之后的现况吧 你看长了好多的花苞了 这一款只要花开 花谢之后的修剪 马上就会来个红芽长花苞 其实它第一波花式非常的标准 之后的花茎就会缩小了非常多了 夏天常有黑心变 我尽量不让它花开 你们猜得到第一名会是谁了吧 我让你开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的,我们的第一名就是马内 马内它是大型的巴腾玫瑰 它的花开性非常的好 抗病性也非常的好 这一款去年被我拉断了一大根的枝条 少了一百朵的花都有 可是你看它现在还是开了非常多的花儿来吧 在树多玫瑰的品种中 你看花芽能出现的会有几款呢 而马内它出现的花芽却是品种中算是最多的一款了 每次在这些花开花谢之后 你把它做个修剪 它马上又蹦出了这些红芽来 又开始产生了一些花苞来 停不了爱花开的特性 可说是一款爱开花的机器吧 也或许是因为我种植的年数够了 从2018年开始种植 直到现在2024年 它的植株长得非常的精壮 或许有些人会有些疑点 你是不是下了很多的肥 它的花苞才会变这么多 不是的 这一款我通常就是以一般的下肥的方式 一年只有两次的固体肥料 另外就是这一款它的抗病性非常的强 我是不怎么打药的 通常第二轮花开 它的花茎不如第一波的好 可是你还是可以好好的赏花的 这一款我个人非常的推荐 你可以种植看看 这款马雷它很会蹦一些新枝条来 所以我个人上不太建议说 制作拱门 你可以打造一个花墙 或者是随性的把它做个拉枝条 让它呈现野性美都可以的 在我种植这么多年的经验分享 我觉得最机会就是弄个花柱 你弄个花柱的话 它的枝条蹦得快 你可能无法去好好的招架它的 所以马雷可说是 从我栽种玫瑰 直到现在看过这么多的品种 种过这么多的品种 马雷是最爱花开 一年四季 你一修前它就花开 可说你阻止不了它花开的一品种呢 经过Aaron的介绍 似乎蛮多人也种得蛮不错的 虽然我的花园并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这儿充满了满满的爱 以及一些新鲜故事 Aaron随时会分享给你们一些 不一样的资讯 这儿充满的爱